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方法有跟以示要不太一样 有看到 可以吗 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你看这边是不是有col1,col2,col3 我们应该把它拿掉 还有 请把卷轴拉到最下面 来请把卷轴放到最下面 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是不是有错误 请问一下 这个内政部 内政部于106年 他去做整个地区的那个测量 就是应该叫做人口普查 然后他可能没有去查南沙群岛跟东沙群岛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能不能放零 不行吗 对不对 你不能说上面的人就是不是人 对不对 可是 他又不知道数字 所以你叫他放什么 听得懂我现在在说什么 所以他就放了一个点点点 请问点点点是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所以他这边就只能 我等一下要把它给删掉 好 请问一下 通常你们在最下面 会不会做一些报表的说明 诶 请问 这个是报表还是RAWDATA 请问现在这个年底人口统计是报表还是RAWDATA 报表对不对 没有看到哪一个地方的RAWDATA 没有吧 什么叫RAWDATA知道了吗 要一个一个的人 对不对 这边没有 好 OK 请问一下 下面这些说明是不是我都要删掉 请问要删掉几列 再说 我刚不是跟你讲吗 南加群岛也要删掉啊 可是这个 这个不能删哦 好 我们现在来去做修改 我们现在要教你做修改了 我们现在要教你做修改 请问一下这张资料表是不是要修改 我不可能用column一column二当做是标题 还有最下面那些什么摘要 我必须要把它给删掉 好 我们现在做一件事情 做什么事呢 这边 常用 常用底下 有没有看到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我现在我要去编辑 编辑这张资料表 可以吗 编辑 请问一下 这张资料表要修改 没问题吧 对不对 因为那上面的编号 那个标题不对 最下面资料也不对 所以我要去编辑它 好 怎么编辑 在这个地方编辑查询 可以找得到吗 顺便能不能 我再稍微介绍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 有没有看到资料来源 好 因为前几天有一个同学问我 资料来源在哪里 我说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我就请它自己回去找 老师不是要帮你去指出来那功能 我就 你问我问题 我会这样引导 我说这应该是属于 如果说它要修改那个资料来源 也是属于编辑的部分 就去编辑查询里面找找看 因为不可能你天天在那边做资料来源的修改 可是你可能很有可能要去做编辑查询 所以他知道编辑查询在哪里 我就说请你到那附近来去找 一定可以找到他要的答案 资料来源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本来我的资料是来自于一个以色谣的档案 或CSV的档案 可是后来我是不是想要连到开放资料平台 那你只要换这边就好了 因为内容是一样的 好接下来点选编辑查询 点常用编辑的编辑查询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麻烦请点 我要修改的是这个台湾各区人口数 你不要点到第一个那个第二组 因为毕竟D这个字会在排在前面 D这个字跟台这个字 台会排在比较后面 好请点选台湾各区人口数 好那请问一下 这里面它是不是标题列 现在我不想要用这一个 我想要用第一笔记录 当做是我的标题列 对不对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这上面 这上面 有看到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有看到吗 请你不要这样子去 日后不要做这种操作 这种绝对不是我的学生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去做一些相关的操作 应该在这张资料表里面来去找相关功能 就好像说用滑鼠右键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样找资料 你才会永远记得住 你不可能 我跟你讲 未来这些功能标签全部都会消失掉 尤其 尤其你看 刚刚在Google 那个云端 印碟 我们要下载资料 是不是左上角有一个那个图示 所有的功能操作都在左上角 为什么 因为这是枢纽啊 这是枢纽 对不对 也就是一些功能放置的位置 那右上角会放什么 四窗控制 对吧 对 好 请点它 请点一下左上角 左上角这一个 数秒控制 我电脑 你们应该点出来了吧 电脑好像 不是他那个卡发一直在那边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事 点它 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 作为标题 可以理解 为什么我教你这一边吗 因为请你 我尽可能不要教你用上面这个功能 因为你应该是说 你就在那个相关的位置来去做相关的事情 你是不是要去想办法把这第一列 第一笔记录当做是标题 好现在我们点它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再来 你想要看英文的标题还是中文的标题 中文 好 那我们就把英文的标题给删掉 一样再做一次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好我们拉到最下面 请问现在是不是就改好了 那如果万一你 你后悔了 你想要修改 还原到前面的动作 在这里 有看到吗 右边 右边 这样知道 我现在我们暂时不做这边 好 来 麻烦请拉到最下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删掉几列 1 2 3 4 5 6 7 我们是不是要删掉7列 对不对 删掉7列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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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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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 BI 有看到吗 这边有没有看到 他已经离开Power BI了 那我们 现在是不是要结束 我们到什么地方 Power Query 编辑器 我们做完这个 编辑查询的时候 是不是要结束它 关闭它 对不对 而且要不要把这里面做过修改 套用给Power BI 要嘛 所以它叫关闭并套用 关闭谁 关闭Power Query 套用给Power BI 好 那麻烦请点上面这个图示就好了 上面这个图示就是关闭并套用 请点它 请问是不是这边我们的资料标题有标题列了 有标题了 然后最下面有什么 最下面也有 所谓的什么资料 就是那些 那些说明的资料都被我们删掉了 可以吗 没问题 这样的话 我们基本上已经做完了 两张资料标的资料整理 资料整理一直都不是Power BI的强项 但是它是扑上去的